台北市卫生局与早餐店、咖啡店、超市及卖场等处 抽烟24件油脂类产品 其中有三件不合格 包含早安美之城 美乃滋沙拉、红椰汉堡后奶精 38号潮食所白沙拉 医师示警反食脂肪 除了易造成心血管疾病外 也会影响心理与行为反应 甚至比喝酒更严重 减重医师萧杰健曾在脸书粉砖指出 加州大学针对反食脂肪对人体的危害进行研究 分析涵盖各年龄层及教育程度共945名成人 发现反食脂肪与攻击行为的联系比年龄 抽烟、性别、酒精等其他因素更为强烈 即便排除以上潜在混淆因素 反食脂肪的摄取和易怒体质的关系依然存在 萧杰健进一步指出 这是由于反食脂肪可能会干扰N3-FA 一种有助于抑制攻击行为的长链脂肪酸的产生 透过影响前列腺素和发炎反应 间接影响行为模式 因此反食脂肪除了容易造成心血管疾病 糖尿病外还会影响人们的心理与行为反应 甚至也和忧郁症的风险有关 萧杰健建议 饼前或蛋糕尽量到专门烘焙店购买 且保存期限越短越好 洋芋片则自行用马铃薯和烙力油气炸 避免吃下过多反食脂肪 感谢收看 欢迎订阅、按赞、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